美国西雅图一出租房里漫出大量水迹,邻居敲门无果后,喊来房东,房东打开门之后,被眼前的场景震惊到无以复加,一年轻华裔女孩浑身血迹平躺在地上,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,警方到达现场,检查过后发现了更为恐怖的情况,女孩的咽喉中藏着一颗高尔夫球,除此之外,她的头部、面部、颈部、肩部以及胸部布满了钝气击打所留下的伤痕, 可经过法医鉴定,她的真正死因却是溺水而亡,种种证据表明,女孩生前曾遭受过严重的虐待折磨而将她虐杀之人,则很有可能是她的美国男友到底发生了什么,精密事件奇闻一事,挖掘隐藏在平凡生活下的震撼案件。 欢迎订阅雷人档案馆,女孩名叫张嘉莹,25岁,中国福建人,两年前,她只身前往美国寻梦,可没想到,此一去便再也没有归途,由于学历以及语言的限制,她始终找不到满意的工作,无奈之下,只能去中餐厅做起了服务员,可她是个充满野心心怀梦想的人,没多久,她便从餐厅辞职,并寻他路, 而同事对她的印象也很好地佐证了这一点,她是个不安于现状的人,来这里做服务员,只是一个过度罢了,离开是早晚的事。 离职之后,她惊人介绍,去了一家知名会所,做适应生,由于气质出众,长相漂亮,又有着东方的抑郁风情,她很快便在一众女郎中脱颖而出,坐上了会所的头把胶椅,客人们纷纷慕名而来,一致千金,只为了与她产生一丝交集, 也就是在这里,她遇见了那个改变自己命运的人,梅森,梅森二十八岁,是个富二代,家底因时,有着花不完的钱,与张家营见过面后,久久无法忘怀,为了博得红颜一笑,她不惜花费重金,为其购买豪称名表,除此之外,还有各种奢侈品礼物。 送到手软,张家营沉浸在梅森的疯狂追求中,感到前所未有的满足感,一个月后,两人成功谈起了恋爱,而张家营则应梅森要求,从会所辞了职,成为了一个被圈养起来的金丝雀,梅森为张家营租了豪宅,并搬过去,与她过起了同居生活,起初,两人的恋情还算甜蜜和谐,可时间已久,梅森的真面目便暴露了出来, 在张家营眼里,梅森是一个多金,风趣,且幽默的好男人,可真实的梅森,则是个无毒不欢,暴力阴狠的瘾君子,她没有工作,拿着父母的钱生活。 挥霍,以及购买毒品,某次,她吸食过毒品之后,产生幻觉,将女友张家营当成来抓自己的警察,对其拳打脚踢。 清醒过来之后,她又跪倒在张家营面前,痛哭流涕,求得原谅,对不起,原谅我这一次。 我当时就是昏了头了,不是故意要去打你,我发誓,永远不再吸毒了。 张家营过惯了饭来张口,一来伸手的生活,离开梅森之后,恐怕就再也无法享受到这样的利益,于是她最终选择了谅解,可梅森并没有如自己所说的那般改掉吸毒的恶习, 她依旧我行我素,专横跋扈,她甚至不再伪装,对张家营动辄殴打辱骂,张家营也在一次又一次的暴力之下,变得逆来顺受, 她慢慢地接受了阴晴不定,随时发作的男友,甚至将被虐待一事,当成了常态。 而梅森也在一次又一次的施暴当中吃定了张家营,她以为,不管自己做出什么样出格的事,都不会被女友怪罪。 除此之外,梅森还对张家营进行精神控制,让她对自己更加死心塌地,你以前在会所工作,离开我,谁能要你? 你这种人,也只有我会喜欢你。没了我的钱,你在美国寸步难行。 在长时间的破下,张家营已经完全无法离开梅森。 当然,她也有着自己的私心,她希望依靠和梅森结婚,得到永久留在美国的通行证,她不断地隐忍退让,换来的,则是男友更进一步的欺压与侮辱,是无穷无尽的黑暗,永无止境地伤痛。 那天,是原本在平常不过的一天,梅森看起来心情不错,她带着女友,前去超市购物,归来的路上,她还给女友购买了礼物,可回家之后,梅森的心情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因为梅森忍不住吸食了混合型毒品。 这种毒品,极易令人产生幻觉,并激发人体内潜在的暴力倾向。 梅森看到女友,像是看到仇敌一般露出嗜血,暴力的表情,她先是拿起棒球棍,对张家营的头面目以及肩颈部疯狂殴打,致其严重受伤,额头上的鲜血流到眼睛里,脸庞上,胸口上,令她看起来,活像一个血人。 张家营在房间里到处奔跑,躲藏,情急之下,她跪倒在地,痛哭求饶,她希望自己的眼泪能够唤醒男友的良知,你清醒一下,不要再错下去了。 会出人命的,可她还是太天真了,眼前的这个早已不是她的男友,而是魔鬼,她的眼泪,她的鲜血。 非但不能令魔鬼产生半分同情,还会令其愈加的兴奋,梅森在浴缸里放满水,并撕扯着张家营的头发,将其往浴缸里按,等她快要窒息之时,再快速将她的头拽出水面,梅森以这种方式不断地折磨,虐待张家营,循环往复。 此时,张家营才惊觉事情不对,这次,梅森不像往常一样,只是对她进行简单的殴打,泄愤,这次,梅森是想要置她于死地,她忍受剧痛,疯狂挣扎,求生欲爆棚的她,想要立刻逃出这间房子,可如今,她已经身受重伤,想要从一个发了疯的恶魔手中逃脱,可以说是难如登天,她后悔,没有早些离开梅森,她自责,贪恋梅森的钱财,她懊恼, 任由梅森对自己打骂欺辱,当额头巨大的伤口,遇到浑浊的水,那是一种生不如死的感觉,她感到头痛欲裂,像一万只蚂蚁,不断地往脑袋里侵蚀,充满血腥味的水,不断地冲刷在脸上,令她有一种隐隐作呕的感觉,在梅森不断地折磨下,她浑身贪软,无力反抗,她只能束手就擒,任其对自己的身体,肆意妄为,浴缸里的水,被她的鲜血染红,这种场景, 只需看上一眼,便会头皮发麻,脊背发凉,在这段时间里,梅森并没有产生一丝一毫的怜悯之心,没有人知道,她此时意识是否清醒,也没有人知道,她是否在故意向女友施暴,以满足自己那颗变态扭曲又畸形的心,直到浑身乏泪。 她才停下那双罪恶的双手,张家莹也终于获得一丝喘息的机会,她平躺在地上,胸口起伏不定,大口喘着粗气,她以为自己要得救了,她以为梅森要放过自己了,她以为黑暗要过去了,天空要放晴了,可这终究只是她以为是她绝望之下的美好幻想, 因为接下来,她将面对更加惨无人道的对待,将体验到更加绝望,更加窒息的时刻,梅森望着尚存一息的女友,淡淡地说了一句,你的生命力真的很顽强。 这句话,令张家莹嗅到一丝杀意,刚燃起的希望。 又瞬间在她心中破灭,这种起伏反转,对于一个正在经历身体心理双重煎熬的女孩来说,太过残忍,梅森站起身,从自己的包里拿出一颗高尔夫球,她将球抛在空中,又稳稳接起,随后,她蹲在已经奄奄一息的女友身边,捏住了她的下巴,你能将这颗球吞下,我就放了你。 然后,梅森将整颗高尔夫球塞进了张家莹的嘴巴里,最终,那颗球卡在她的嗓子里,上不来,下不去,窒息带来的痛苦,令她不得不做出最后的挣扎,她用尽全力,做起身,企图将这颗高尔夫球吐掉。 可梅森,却不允许她进行自救,梅森愤怒地抬起手,并再度抓住她的头发,将其往满是血水的浴缸里按去,十秒钟后,又急速拽出,就这样,她在极致的伤痛,恐惧,绝望,以及窒息感之下,苦苦坚持了三个小时之久。 张家莹彻底丧失了求生本能,她想尽快结束这一切,她只求速死,于是她不再挣扎,不再反抗,不再存有一丝生还的幻想,她的头埋在浴缸里,任凭血水灌进嘴巴,任凭死神将自己带走。 最终,她因溺水,彻底失去了生命,梅森离开之前,将浴缸的水龙头打开,意图冲刷掉血迹,可几个小时后,因浴缸堵塞,而导致大量的水流出门外,邻居发现之后,将此事告知了房东,这起恶劣的虐杀案件,才被人所知晓。 被发现的时候,张家迎平躺在地上,额头的伤口已经凝固,身上的血迹已经干涸,可她身上留下的痕迹,却向世人诉说着,那场长达三个小时的非人虐待,有多么的残忍,被抓之后,梅森妄想以精神病人为由,逃脱法律的制裁,但最终判罚结果如何,还需拭目以待,希望她能受到世上最严厉的惩罚,希望她能向被害者偿命,希望她能付出应有的代价。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,大家有什么看法,可以留在评论区,感谢大家的观看与支持,觉得内容还不错的朋友,可以点击订阅,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。 我们下期见。